大家好,欢迎回到Just You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摄影中常见的五个重大误区 误区一,广角适合拍风景,中长角适合拍特写 这是最常见的坑,70%的人都掉进去过 因为很多专业人士一提到风景就是用广角镜头 一提到人像就是用中长角镜头 如果你也听别人这样说过,请回复个一吧 其实就连很多厂家也有意无意地进行这样的宣传 但事实上题材与焦段无关 当我们常常看别人的照片就会发现 许多优秀的风景照片都是用中长角拍摄的 用广角甚至超广角反而不那么多 比如这些照片都是50厘米以上的焦段拍摄的 而人像摄影也不是非要中长角不可 所以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 不管是风景、特写还是什么别的题材 一切都取决于摄影师的需要 当然焦段和空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比如说在狭小的空间就适合用广角镜头 在空空的环境中就比较适合用长焦镜头 所以今后如果再听到有人说广角适合拍风景之类的 就默默走开就好了 误区二 一定要用M档曝光最准确 这个坑也不小 但是跳进去的人相对少一点 那是因为其实M档也不是那么好用 所以跳进坑的人会自己幡然醒悟爬上来 如果你也听别人这样说过 但是自己还是偷偷的用自动档的话 请回复个2 M档就专业吗 其实这句话搞错了因果 不是说M档就专业 而是专业的人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用M档 而什么时候不必要用 M档曝光准确 其实只是针对于非常熟悉曝光参数组合 知道怎样的设置会出来什么样的效果的人 如果达不到这个层次 不能准确掌握技术上的曝光 那还不如把曝光这件事交给相机来做 现在的相机不知道 比乱设置出来的M档靠谱多少倍 至于有人说M档拍出来的东西更有质感 那基本上就等于胡扯了 胡扯了 自动测光技术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 已经发展了60多年 技术的进步本来就是让人干活越来越轻松 但是有些情况下我们也不能用M档 比如曝光时间很长的照片 比如我们拍星空的时候 自动曝光的时间不够长 所以只能用M档来拍摄 总而言之如果没有特殊的需要就不用碰M档 第三个坑 光线暗的地方要开闪光灯才能拍清楚 这是一个经典坑 不光是摄影爱好者 连很多相机的自动曝光程序也会掉进坑里 如果相机的闪光灯设置为自动 那么你到暗的地方拍照片 闪光灯就会直接弹出来 很多人认为闪光灯是用来照明用的 所以光线暗了 自然开闪光灯就可以照亮一点 这个想法听上去很合理 但是它是错的 错误的关键在于相机和人眼不一样 相机的曝光并非取决于场景的亮度 而是最主要的三个参数 光圈、快门速度和感光度 光线比较暗的时候 相机并不一定要增强光线 维持正常的曝光 还可以靠改变三个参数中的任何一个来实现 比如放大光圈、放慢快门 或者提高感光度 具体取决于相机的设置 当然在有些情况下 因为光线太暗 相机的自动曝光参数不能满足拍摄的要求 比如快门速度太慢 无法手持拍摄 或者ISO太高严重损害画质 在这个时候我们首选的是三脚架 而不是闪光灯 尽管有时候闪光灯是可以增加环境的亮度 但是它会让你的照片很丑 它会让你拍摄的物体过亮 而背景却是漆黑一片 用了闪光灯 这阵体现出使用闪光灯的重要原则 既要发挥作用 又要让人感觉不到 误区四 拍好的照片一定要用好相机 这是许多人根深蒂固的想法 至于什么是好相机呢 其实就等同于又大又贵的相机 其实呢 评价一张好的照片有以下几个维度 1.画质 这里包括色彩 噪点 锐度等 硬指标 2.技巧运用 也就是我们提到过的构图 曝光等 3.表现手法 这里指的是一张照片的视角 视觉冲击力等 4.思想 意思就是摄影的创意 故事性 给人的联想等等 我们可以看出从1到4的标准和相机的关联度越来越小 而对于照片好坏的影响却越来越大 如果是一张极具创意或故事性的照片 即便前三点都非常一般 也是一张好照片 反过来只是画质好 其三点都不好 那么只能说你得到了一张大尺寸 用来测试相机的照片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说 大师用手机也能拍出大片 话说回来 不同的题材对器材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风光和人像对器材的要求就比较高 而对于人文小品而言就要低一些 物区5 只有景点才值得拍摄 跟团旅行 大家常常的顺口溜就是 上车睡觉下车尿尿 景点拍照 回来疑问啥也不知道 如果是跟团可能只能在景点才能拍到一些东西 因为其他时间基本就是在旅馆或者大巴 还有就是购物时间 我从来没有跟过团 虽然自由行很累 在自然环境中对身体的考验也很大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烈日和风霜 但是你会有很多东西可以拍 从出门交通上飞机火车等等开始 总之相机不应该闲着 所以摄影这东西喜欢最重要 才开始不要太过于纠结器材 镜头等硬指标 耐心的练习 细心的去捕捉 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拍出非常优秀的作品 避免这五大误区人人都是摄影师 好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启发 有所帮助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请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见